本单元我们将学习绘制分子化合物路易斯结构式的方法 路易斯结构式可用来表达原子如何共用价电子 以符合八语体规则并形成分子 先从伏开始 每个伏原子都有七个价电子 缺一个电子才能符合八语体规则 所以当两个伏原子各自提供一个价电子共用时 就形成了稳定的浮分子 习惯上会将共用的价电子队用一条短线表示 这就是浮分子的路易斯结构式 接着再看氢分子的例子 每个氢原子都有一个价电子 因为氢的价格层电子全满 只需要两个电子 所以当两个氢原子各提供一个价电子共用时 即可形成稳定的氢分子了 再来看复杂一点的分子 想想看氧原子与氢原子要如何结合形成稳定的分子呢 氧原子有六个价电子 还缺少两个电子才能满足八语体规则 所以需要和其他原子共用两个价电子 而氢原子有一个价电子 还缺少一个电子才能满足八语体规则 所以需要和其他原子共用一个价电子 请推论看看一个氧原子需要与几个氢原子结合才能形成稳定的化合物呢 答案是一个氧原子需要与两个氢原子结合就能够形成稳定的化合物水 以此类推 具有五个价电子的氢原子需要与三个氢原子结合 以形成稳定的化合物 氨 具有四个价电子的碳原子 则需要与四个氢原子以形成稳定的化合物 钾丸 纵上所述 可以归纳出在绘制路易斯结构式时需要注意 1. 路易斯结构式必须标示出所有原子的价电子 且分子中的各原子会尽可能符合八语体规则 2. 原子与原子之间具有价电子的共用 可用一条短线表示 有没有能够快速画出路易斯结构式的方法呢? 路易斯结构的基本想法是让所有原子符合八语体规则 而形成稳定的化合物 所以只要将分子中所有原子的价电子加总后重新分配 让原子可以两两间结 再让原子的价电子数符合八语体规则即可 接下来用不太复杂的三伏化氮示范 首先第一步将所有价电子加总 氮原子有五个价电子 伏原子有七个价电子 因此三伏化氮共有26个价电子 请注意,这代表画出来的路易斯结构式中必须要包含26个价电子 接着,我们必须决定在分子中各原子的相对位置关系 简单的分子通常会有一个中心原子 其他的原子则是外围原子 所以第二步选择中心原子 通常会选择个数少 需要形成较多化学键 或电幅度较小的原子作为中心原子 另外,因为氢原子只有一个价电子 最多只能形成一个供价键 所以氢原子必为外围原子 依照上述说明 我们选择氮原子为中心原子 浮原子为外围原子 第三步 中心原子与外围原子形成间结 我们在氮原子与浮原子间画一条短线 表示共用两个电子形成供价键 才能将原子结合并形成分子 第四步 满足巴鱼体规则 先分配电子给外围原子 以满足巴鱼体规则 如果还有剩余的价电子 再给中心原子 先从浮原子开始 与氮原子间的一条短线代表两个电子 所以浮原子旁需要再点上六个电子 使浮原子满足巴鱼体规则 另外,两个浮原子也一样画葫芦 当三个浮原子都满足巴鱼体规则时 总共已经画上了24个价电子 由于第一步算出价电子总数是26 剩余的两个价电子 就画在中心的氮原子旁 如此,氮原子也满足巴鱼体规则了 接下来再试看看 结构更复杂的分子 二氧化碳的路易斯结构式 第一个步骤 碳原子有四个价电子 氧原子有六个价电子 因此二氧化碳共有16个价电子 第二个步骤 选择个数较少的碳原子作为中心原子 氧原子则是外围原子 第三个步骤 在碳原子与氧原子间画一条短线 表示共用电子形成共架键 第四个步骤 先从氧原子开始 在氧原子旁点上六个电子 使其满足巴鱼体规则 另一个氧原子也一样 至此16个价电子已经都画出来了 但是中心的碳原子却还没满足巴鱼体规则 该怎么办呢 此时需要再加上第五个步骤 形成多重键 将氧原子周围的两个电子 移至碳原子与氧原子之间 形成第二个共架键 如此 氧原子仍然满足巴鱼体规则 而碳原子周围会多出两个电子 再将另一个氧原子周围的两个电子 移至碳原子与氧原子间 形成第二个共架键 就会发现 所有原子周围都有八个架电子 都符合巴鱼体规则了 其中 碳原子与氧原子间 共用两对电子 形成两个共架键 称为双键 请试着画画看 氢化氢分子的路易斯结构式 最后一个例子是碳酸根 碳酸根是带有负二价的离子 所以第一步 除了要将所有原子的架电子加总之外 还要加上离子所带的两个负电荷 因此 总共有24个架电子 接着 依照前面所学 完成选择中心原子 中心原子与外围原子形成间接 满足巴鱼体规则等步骤 当我们要进行第五个步骤 形成多重键时 会发现碳酸根中有三个氧原子 任意一个氧原子周围的电子 与碳原子形成多重键时 都可让碳原子满足巴鱼体规则 所以会出现不止一种合理的结构表示法 这种状况称作共振 习惯上 会将三种可能的路易斯结构式都画出来 并且在结构间画上双箭头 代表是所谓的共振结构 任一个共振结构都不足以表示真实结构 以碳酸根的结果为例 碳原子与氧原子之间的共架键 不是单键也不是双键 而是键长与键能都介于单键与双键之间的 一右三分之一键 另外 由于离子本身带有电荷 所以我们会将整个结构用中刮弧刮起来 并且在右上角标示电荷 请试着判断以下物质是否含有共振结构 接着我们来看看不符合八语体规则的例子 第一类是价电子总数为基数的分子 如果价电子总数为基数 则不可能使每个原子皆符合八语体规则 常见的例子是含有氮原子的一氧化氮 二氧化氮 第二类是中心原子为皮 鹏的分子 因为皮为2A组 只能提供两个价电子形成两个共架键 同理 鹏只能提供三个价电子形成三个共架键 所以中心原子为皮或鹏的分子 中心原子周围的电子会少于八个 但需要说明的是 因为一些实验数据的出现 有科学家认为三幅化膨有共振结构 鹏原子与浮原子之间为一又三分之一件 微线型高中教材 仍将三幅化膨归类于不符合八语体的例子 第三类是中心原子价电子数超过八个 有五氯化氮的路易斯结构 可看出零原子周围共有十个价电子 而六幅化氮的硫原子周围共有十二个价电子 想想看 除了直接画出路易斯结构之外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 可以粗略判断不符合八语体规则的分子吗? 即使当价电子总数大于三十二时 就表示让中心原子周围的四个外围原子满足八语体规则后 还有多的电子会分配给中心原子 所以中心原子的价电子数必会大于八 当然不符合八语体了 但这只是粗略的判断 最准确的方式还是需要画出路易斯结构 让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观念 前面提到不符合八语体规则的例子 是五绿化灵和六幅化瘤 想想看 为什么不存在画面上两种分子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们你的答案 我们下次见 就请按赏支持远 片段癖 座客 电子 你的电子 电子 感谢观看